歡迎各位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今早 蔡英文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五任總統 與此同時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通過了美國在台協會 發表了一份祝賀聲明 這份聲明是美國史上首次 有國務卿向中華民國總統就職 是發表的一份祝賀詞 這份聲明肯定會挑動到中共的神經 下午時外交部發言人肯定會跑出來 說強烈反對這個那樣 而在今早早 已經有不少小粉紅在微博那裡暴跳如雷 到底這份蓬佩奧的聲明是怎樣說的呢 他就說 恭喜蔡英文總統展開第二個任期 蔡總統高票當選連任 顯示他已經贏得了台灣人民的尊重、欣賠和信任 蔡總統帶領活力民主台灣的勇氣和願景 堪稱印太地區和全世界的表率 先把高帽給蔡英文 接下來就說了 美國一直以來都視台灣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 以及可靠的夥伴 台灣也獲得美國兩黨一致的支持 日前正式生效的台北法案就是一個例證 台北法案不僅強化美台整體的關係 也促進了更緊密的美台經濟合作 美台對印太地區有著共同的願景 一個遵循法治力行透明追求繁榮 以及人人享有安全的願景 這次疫情也是一個契機 讓國際社會了解為何台灣的防疫模式值得仿效 放眼未來 我是有信心在蔡總統的領導之下 美台的夥伴關係將會持續欣欣向榮 祝福蔡總統第二任期圓滿成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這一篇的聲明當然是說得非常大方得體 而且再次說明了一件事 就是台北法案不是避而不用 不是放在這裏實體 而是真的會落實去執行 自從今年3月份的時候台北法案通過以來 美國已經作出了很多舉動 幫助台灣重返國際舞台 包括發信件給很多國家 要求他們支持台灣重返世衛組織 包括今次台灣總統就任 他們亦發表了一個祝賀聲明 這些擺明是沒有將中國放在眼內 中國外交部的反應肯定是很厲害的幾樣 例如搬返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出來說 例如要求美國要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這些其實都是無可奈何的 美國擺明就是要將四大黃癖之一的台灣問題 發揮得淋漓盡致 故此蓬佩奧今次這份祝賀聲明 除了可以反映到美台關係更上一層樓之外 亦都印證得到一件事 就是美國對於執行台北法案 是具有相當大的決心 不是放在那裡當紙老虎 而蔡英文總統亦都在Twitter上 轉發了這一條聲明 他就說 誠之感謝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祝福 台美夥伴關係將會持續強壯 而且充滿希望 他期待著在台美分享共同價值觀和利益的基礎上 繼續增長美台之間的友誼 只要美中關係繼續惡化下去的時候 美台關係只會繼續升華 現時已經發展到美台友誼最高峰的時刻 當然高處未算高 只會繼續加深下去 當然這跟台灣作為美國其中一張王牌有關 至於另一張王牌是什麼呢? 就是南海問題 環太平洋軍事演習 將會在今年的8月17日至31日 在夏威夷周圍的海域舉行 美國海軍指出 已經邀請了2018年的時候 參加環太演習的25個國家共商盛舉 而中國繼2018年之後 再度被踢出名單之上 中國的媒體痛批 說美國想利用東南亞國家和中國 在南海的主權問題上 啟動反中聯盟 對於美國的不斷挑釁 要做好準備應戰才行 美國邀請了哪25個國家去參與環太軍演 除了美國的傳統盟友以外 還包括了多個東南亞國家 其中一個就是中國的世仇越南 越南被獲邀了參加軍演 除此之外 有幾個國家和中國在南海主權上有爭議 都是獲邀請的 包括文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等等 即是說擺明要在南海問題上租回頭 因為中國實在在近幾年太厲害了 不斷利用銀彈政策搞大撒幣外交 所以在非洲那邊無往而不利 更甚的就是 中國依靠著在非洲和一帶一路國家建立的關係 不斷地滲透聯合國核下的組織 聯合國核下有15個組織 中國已經掌控了超過一半 當然包括了世衛組織 譚德塞根本就像中國幹部一樣 在這樣的情形下 美國不找中國去參加環太演習也很正常 因為在2016年的時候 其實也有找中國去參加軍演 不過美國認為 過去的演習反而鞏固了中國在南海的主權 所以索性就不找了 2018年不找 今年更加不會找你 好了 中國國防部有回應 他們批評說美國無視真相故隆懸虛 編造所謂南海軍事化的謊言 並以此作為藉口不邀請中國 其實這些都是多餘的 不邀請就不邀請 實情中共已經決定了 在今年8月的時候 要在渤海灣那裡進行軍演 而且就是近岸的軍演 有些人當然猜測 到底是不是要測試一些新型武器呢 因為演習期也相當長 整個兩個多月 如果是普通演習 不需要演這麼久 更何況就是 中國大有能力可以自己舉辦演習 包括再次派出遼寧號航母編隊出群 不需要和環泰25個國家軍演 原來這個環泰軍演 以往都是要搞五個星期 不過今年就縮到兩個星期 而且因為疫情還未消散 所以不會去陸地上進行任何交流 完全都是在海上邊進行演習 預計屆時的主要進行 將會是反潛作戰、海上攔截 以及實彈射擊的訓練 其實中國又不需要太過擔心 說被美國踢走了 在環泰軍演當中 因為中國自己都有自主的能力 去搞這些軍演 更何況在這25個國家當中 有幾個都是跟你在南海主權的事是有爭議的 那你跟他演習幹什麼呢? 把屁嗎? 好了 南海問題作為第二章的王牌 至於第三章是什麼呢? 就是追責薩培 目前在世衛組織的框架裡進行當中 當然到最後美國會不會超脫了世衛的框架 而自己再去搞一個獨立調查 我相信機會很大 其實美國要搞獨立調查的目的很簡單 他無非就是要為追責薩培 來提供科學基礎 但是在世衛框架裡搞那個 似乎中國佔了很大的主導部分 他仍然可以決定幾時查 或者其他國家基本上 雖然同意調查 但是好像很多愛理不理 或者懶懶閒 重視和中國的經貿關係 就比獨立調查多 所以我估計特朗普 如果他最終要把追責薩培 作為其中一張王牌去使用的話 他肯定都會自己查 也會有一個屬於美國情報機關的獨立報告 如果要等世衛組織出那份正式報告 都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 因為那班傢伙做事實在太過漏氣 而且中國想拖得就拖 而中國在世衛組織佔了很大優勢的情況下 當然他是很大機會得逞 如果要等世衛報告再去追責薩培 一分鐘就蚊都睡了 攤就冷了 到時都不用說了 已經過了 好了 最後一張王牌就是香港問題 其實香港問題來說 到目前還未能動用到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蓬佩奧說要等兩會結束以後 看看有沒有一些新的措施或政策 是蠶食香港一國兩制 那他才再推出那份香港的年度報告 余懷松就作出了提示 他說兩會之間一定會有一些措施 令到香港人非常意想不到 我想大家都可能估計得到 可能就是和這個教育制度有關 因為前陣子已經上演了《文革2.0》 《我的一張大字報》的大農諷 又說要針對這個考試局 其實就是找這條事議題 作為一個導火線 作為一個設立點 走去剁香港的教育制度 包括香港的教材、司資、各樣 包括這個考試 所以搞這麼多事情 無非都是為了在兩會當中 有些新措施出台而造勢 但是香港那班教師的先生就慘了 之前就已經沒有這個言論自由了 無論在Facebook也好 Instagram也好 都不能夠暢所欲言地說話 因為一說話 分分鐘會被人剪圖、篤灰 去報告、匿名投訴 那現在將來會如何呢 一定會越來越難走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拜拜